博文转达鲁一在经历了第二次加强之后 在整体表现上还是有提升的 毕竟这次是直接改动了技能前后摇 刚开始会觉得好像改动的幅度不是特别大 前后摇也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出来 但当你多实战机场以后 就会觉得这个版本明显好用很多 而且这个忍者不太适合那种直接大幅度的加强 不然可能会变成第二个普通人 因为博文转达鲁一双技能不弱 又都有抓取 只要弄出一个顺发的二技能水龙弹 现在估计就会有不少人说离谱 也会吐槽策划不会改 这个忍者现在基本就是第一个回合攒者能量条 后面就可以利用组合剂远程骑手 技能后本体反向位移偶尔能拉扯遍体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加强幅度还是可以的 至少你不用去担心这个忍者 像博文转长尸狼那样注定要削弱的命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博文转达鲁一的实战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博文转达鲁一的实战造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